事实上这个男生很坦诚 虽然有一些肤浅 我听到现在的结果是 这个男生对你所谓的爱 还停留在感官上 就是喜欢 如果是真的爱的话 就会产生一种心疼的感觉 当你说你为了一个自己的工作 要出差 要忙碌的时候 他反映的是你没有时间陪我 而不是心疼 因为他没有过那种独立自主 靠一份工作养活自己的感受 所以他产生的不是心疼 而是不要你工作 我们来把男生的行为 和一些关键词总结一下 第一 你和你的男上司 是不是在一间房间 首先这代表的是 对人格的不尊重 第二 我刷我爸妈的卡 经济不独立 人格就不独立 还有最后 他说我希望你不要工作 因为你没有时间陪我 他想到的不是我陪你 而是你陪我 这是他一种 我不认识你 你第一次刷可他 是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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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你的缺点 因为我想着 我能够去包容你 我也希望你一样 好 时间到 我们这儿有一个爱的记忆箱 我们看今天他们带来的是什么吧 来 请开箱 取吧 他给我的是车票 你放车票的意思是 因为这是我每一次往返去找他的一个见证 那我想让他知道我为他做的这些事情 以及包括我们是不容易这样的坚持过来走过来的 女生那边给的是什么呀 我给了一张婚礼上的亲朋好友的名单 还谈呢 我希望他的态度会有所改变 为了我 紧紧而持 其实这名单一出来啊 他母亲要是看节目的话 他母亲会在心里窃喜 你看还是对我们家有那个吧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在底线问题上 你一旦退让了 本来你没有那么想 但是别人会觉得你是那么想的 谢谢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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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来 请关门 有啥说的吗 我觉得我还是想跟他在一起的 我觉得时间问题而已 好好生活吧 好吗 谢谢 请回 谢谢